那麼還有一個問題 她是這樣的 她說她打算和她媽媽共同出錢貸款買房子 但是她媽媽是再婚了 她想請問怎麼樣可以讓她和她媽媽聯名的房子 屬於她們自己 就她們母女倆或者是母子倆 然後她就不想說 不管她媽媽再婚 現任的丈夫或者怎麼樣都沒有辦法擁有這個房產 她就說如果以後她們任何母女倆 任何一方離婚都不受影響 財產也不會被分配 而且她跟她媽媽一起承擔貸款 一起付首付 她不想說讓這個老公再去簽署什麼婚前合約 或者什麼合約 她覺得自己傷感情 能不能在老公不知道的情況下 悄悄就把這件事情做了 您能說一下可以嗎 還是不行 是可以的 她可以跟她兒子成立一個信託 然後把她跟她兒子買的房子放在信託裡面 放信託裡面以後 這就不算是她的婚姻當中的財產了 所以如果她跟她老公以後離婚的話 就不會分到這個信託裡面的財產 她放到信託裡面 我記得你以前說過 除了這種還就有一個付錢 媽媽也是不能拿婚後共同的賺的錢來付這個房子錢的對不對 如果她們這個婚姻還沒離婚的話 她是可以把房子轉到信託裡的 如果她先生的名字沒有在上面的話 那她先生就不用簽字 是申請離婚以後 房產才會全部凍住 可是結婚當中是夫妻要怎麼樣子轉財產 房子都沒有動作的 哦 OK 所以就是其實放在信託裡面是相對來說是比較就是簡單一點的 對對 可是另外一個方式就是她們也可以簽 可是這就要她的先生准許了 她跟她先生可以簽一個婚後協議 說這個房子是她個人的房子 可是她如果不要她先生參加進來的話 那就是她跟她兒子自己做個信託 OK 好的 那我比較明白了 那我就是還是想說 就是說她如果這位媽媽 她不是跟她先生就是在婚了嗎 結婚了嗎 她如果用她跟她這個先生一共賺的這個錢去付了她跟她兒子的這個房產的這個payment的話 這個算不算就算是她先生有了 即便是這個房子在信託裡面 沒有 在信託裡面她用她跟她先生賺的錢去付 還是在信託裡面 哦 OK OK 好 那這就是 她們就離婚的時候就不用 就不算是夫妻的共同財產要分的 哦 哇 那這個就是不一樣了 因為我記得你以前就說的好像她 那如果沒有在信託裡面 你拿這個夫妻共同賺的錢去付了以後 那這個房子裡面就有這個先生的另外一個部分 對 先生就可以把這一部分要回去 哇 那看來這個信託真的是還是挺管用的啊 嗯 好的 對 因為信託就算是一個第三者的財產一樣 是的 就不是她們的財產了 明白了明白了 好的 謝謝 謝謝楊安麗律師事務所的楊安麗律師 謝謝您的解答 嗯 不謝